粉丝们嘲笑托普利亚在家里放了一条假的BMF腰带 托普利亚接受采访 在家里的壁炉架上 被细心的粉丝发现有一条BMF腰带 而这条腰带应该在霍洛威手里猜对 显然 它的是一条复制品 而与霍洛威的比赛 也不包含BMF腰带的争夺 粉丝们觉得 从商店买一条假的腰带 还把它展示出来 这本身就很不BMF 另一个粉丝说道 这种东西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拿到 你这条假腰带相当于偷来的勇气 UFC传奇人物弗兰克米尔认为 骨头击败汤姆的概率有7到9成 乔恩击败了所有对手 横扫了他的量级 然后升级并挑战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成为双级别冠军 他还两次击败了丹尼尔科米尔 丹尼尔科米尔可以说是205棒级历史上第二好的选手 汤姆击败骨头 这可能会让他的职业生涯一飞冲天 但击败汤姆 对骨头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帮助 汤姆可能会赢 但归根结底 如果打赌他们的比赛 我认为乔恩有70%到80% 甚至90%的机会赢得这场比赛 骨头琼斯称自己已经接近战斗状态 会击败汤姆 当一名粉丝问骨头 是否认为自己能击败汤姆时 琼斯回答道 兄弟 绝对可以 我快要恢复比赛时的状态了 我现在的体重是245棒 我们比赛的那天晚上 他的体重可能比我重25棒 比我年轻七岁 但我仍然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 痛打他 你们可以继续关注并相信这种炒作 我会继续做我一直做的事情 赢得胜利 白大拿说 MM将能成为全球最大运动 白大拿相信 在行业领先者赢于FC的推动下 MM可以超越足球和篮球 成为地球上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当你回忆起早期的UFC 如果你认为他会取代拳击 人们会嘲笑你 因为无论你是什么肤色 来自哪个国家 说什么语言 我们都是人 格斗是我们的DNA 我们喜欢格斗 当你发现一个拳手 和一来自同一个地方 说话长相都和你一样 每个人都会支持他们 而没有哪个国家的拳手 是我们不能找到的 安德拉德称 乔安娜为了女子BMF腰带 会重新复出 我一直在和乔安娜交谈 如果是为了这条BMF腰带 他说他会回来的 我认为那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乔安娜 或者可能是安吉拉西尔 他从不逃避战斗 总是在那里与每个人战斗 或者瓦伦蒂娜社府秦柯 这些女孩中的 每一个都很棒 但我认为 如果是乔安娜 那将是最特别的 最好的 大力鼠认为 骨头琼斯和米尤琪的比赛 可以不需要腰带 乔安琼斯 与斯蒂佩米尤琪的比赛 甚至不需要腰带 就像许多传奇之战一样 我相信 乔安琼斯 无论是否是冠军 都会得到同样的报酬 大力鼠也认为 骨头应该与年轻 如吉斯克的汤姆比赛 杰克保罗称 与恩姆打比赛 乔安琼斯 值得2500万美元 乔安琼斯 从来不躲避任何人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要给他钱 给他真正的钱 而不是编造出来的钱 他与阿斯皮纳尔的对决 亦重大 因为他触及了 两个大型PPV市场 2500万美元的保证金 加上PPV似乎差不多 杰克保罗 在挑拨离间这块 正是不遗余力啊 起码耶夫和五星哥的比赛 不再是UFC308的联合主赛 之前公布的 UFC308阵容 头条主赛 是托普利亚和霍洛威的 与量级冠军争夺战 联合主赛 是起码耶夫和惠特克的比赛 如今 官方发布消息 两人不再作为联合主赛 有消息称 亚历山大沃尔赫夫 和西里尔盖恩之间的比赛 会是联合主赛 不过此消息尚未官宣 还有消息称 起码耶夫可能会退赛 不过此消息同样未得到证实 托尼福格森和达斯汀普瓦利尔 来一场告别之战如何 打完比赛 双双退一